日月如苏,年年年 贫困之家,寒寒寒 富贵之家,有有有 说我升官发财,得得得 俩腿一蹬,晚,晚,晚 啊,小语吧 这并场诗啊,就是请一个 注意,我这要开书 实际上,没什么太大的作用 气儿,我都会得多呢 说完,我再背五六个 还是为耽误点时间,跟人说实话 那有那个在场上定场诗一气儿背五六个的那样 你不说你能插完呢 一个定场诗,多到一分钟 一气儿背五六个,两十分钟出现 再聊几句闲板 我也可以背五六个 但是我不会那么歇论 我背的那个定场诗啊,就是简简单单几个 有的定场诗呢,跟着内容需要 像刚才杨和彤我说黄半仙 签的那定场诗,跟着内容需要 这个养胖子 恨那一辈子现在 没想到被我留过这么长时间 在后台还说呢,黄半仙 就是把诗都说完了 说一半仙 说完了呢,四十来分钟 在旁词,大伙在一起呼 一个半小时 哎呦,我说一下,平白了 好,说一半蛮了 我那儿跟高叔还聊呢 你看这个,满嘴活八糟 上次,咱们说的哪儿啊 山西大雁徐梁城 一个人 来到深山牢里 是否没大家 走得太冷了 你看到这儿有个石头 往这儿一躺 睡着 按现在重点来说 不到十分钟 静清这个树林子里头 他起了一阵炫风 那徐梁是什么人 有能人 祭司臣全守夜的姑娘 高纳高区陆里 飞腾走高棱月大厦 如走平春 睡得在此是有风声 那徐梁也听得见 把他睁开眼一看 就看树叶摇荒 树上的那个小鸟 发过的纷扬 提鼻子一闻 风中带着心去 轻桑恶臭 睁眼一看 可把山西眼给吓回 击凌凌打了一个冷战 树林在一头 窜出一只斑蓝蒙虎 这只猴 不像现在动物园的虎 现在动物园的虎没野兴 去动物园看老虎都吃树叶了 老虎那个收 看到我都心疼 我熟虎的 骨瘦如柴 没肉皮包着骨头 这要是被好鲁特山脸 多棒 在那吃书业还教的 徐良有能没不假 看着虎 虎在对面站着 你要说徐良一点都不害怕 拉出金丝大关刀 跟这虎打上了 那再说书呢 就胡说八道 徐良也是人 这虎就看着徐良 虎也是 饿了几天 猫磕度 这虎到这儿 不是住这山里 虎过 单身虎 搞个对象 六大大走到那山里了 听说山里有个小母老虎长得挺漂亮 这一看徐良 老虎也大门 太丑了 我心想这是个什么东西 长这么快 耍白耍白的白眼眉 长胳膊长腿 眉毛往下搭了着 眼角往下搭了着 嘴角往下搭了着 呲牙咧着嘴 大片儿的黑鸭根 这就是那名老虎 这么快 人 见过人 没有见过这儿的呀 老虎纳闷 也没敢扑 就这么看着 老虎看着徐良 徐良看着老虎 徐良心想我别看着了 看半天他过来把我摁住 把我点摆了 我跑 我这么大的山西岸 看着老虎吓跑了 真要是传出去 我怎么丢人来 徐良正琢磨着 老虎不管了 一声就不过来 虎有三绝 砰 拿胯打 然后尾巴冲 这三绝一般人躲不顾 我俩往前一蹿 半悬空中就落下来 徐良一看 喊了一声 我来一口 旁边一蹤身 善心 呼喊到地上 老虎的爪子 好家伙 跟钢钢一样 喀 勾到地上 往前一掀 地有环子 这一爪子能把地给掀起来 没哭着徐良 老虎还纳闷人呢 老虎想平常没费过这么大的劲 今天这是为了拿一桩 今天这是为了拿一桩 尾巴冲 徐良到旁边 老虎不能回头 没锅子 老虎不吃回头时 用胯子 他一冲 徐良往旁边一蹤 躲开了 脚还没落地呢 老虎哗哗哗一声 把这尾巴就立起来了 老虎那一巴 那跟钢鞭似的 真要抽到地上 大山山就崩 大地地就裂 奔徐良就抽崩了 山西岸喊了一声 可了不得 飞身而起 躲过老虎这三下 徐良这么三夺 浑身上下 湿透了 跟人打徐良没废物这么大劲 跟胡打 偷一回 听了 把吴松打我 李奎打我 实际上 吴松的能力 我认为比李奎强 李奎拿着刀呢 吴松是少霸 大树上少霸两段 赤手通拳打我 李奎拿刀捅老虎屁股 他有这爱好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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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目就好 哈哈哈 荺小的笑话 拉倒 到目有关的 荡物有关的黄色笑话 哈哈 自己从微博上看他 乐了三天 哈哈哈 给我们分享 好意分享 给谁讲谁都不乐 在青岛 给五六个人讲 大伙都啥了 不知道哪是敌 不知道该从哪乐 我师哥被朋友好心眼 下意识的乐 乐着也挺勉强 刚才在后台又给人讲 又给四个人讲 没人乐 我也没法给你讲 这个内容太胖胀 长这模样 就不能多感觉 李逵拿着刀呢 而且老虎脑袋在里头 在外头 一刀一个 又杀的俩小老虎 那不算什么本事 李逵就是力气大 勇猛 把大般府轮开了 不管敌魔 天杀星啊 张飞 不管是梁山的人 官府的 不管那套 我啥就没完呢 所以他打仗 勇猛就在这儿 玩命 人就怕我 玩了命哪 没知 这么大的山西眼 徐良 比拔命 叫热汉之大 心可就跳成一个 害怕 跑吧 徐良还往周围看了看 得确定四下 无人才行呢 这要有人看见 派下来 发飞火 武林高手 山西眼徐良 打不过老虎 雕头就跑 蛇弯了 撒腿就跑 老虎后头就追 胡他的速度 胡一吹了 往前一扑 这距离多远 仗着徐良 轻功提送书 他跑着跑着 下意识往兜里 你摸 可徐良跺脚 幸福我也糊涂 我这儿有镖啊 我跑什么呀 啥 停住脚 有打白个囊 拿出两只金镖 一金二金的金 不是金银的金镖 拿出来一摔 打徐良 白天打靶子 晚上打香头 双手戒镖 双手发镖 双手打飞黄尸 双手戒飞黄尸 一手三暗器 那这部书里 徐良那是暗器祖宗 你说还看着 闭着眼都行 脸到金光 郑重胡言 这次喊叫什么 在山谷中回答 胆小的听这声音的能吓尿了他 就地打马 徐良飞身过去 冲金子大魂道 太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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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还不是 床子呢 哎呀 哎呀 可把徐良累坏了 那你可往半里瞧瞧的 把你起来 把你把山西人吓得可舍不轻 这个人哪 看见老虎 活的害怕 死的不害怕 死老虎 我打一拳踢一腿 是老虎 人 人活着的时候 没人怕 死了害怕 徐良正喘着气 哎呀 刚一转身 就看这树林的 嗯 顺身音一看 徐良不看关子八条 徐良这一看 好学没吓得坐在地上 啊 我把你啾啾掉 有个大树林子里 老虎出来 拔个 拔个老虎 拔出来了 把徐良吓了 死了 还成了 我哆嗦上 一个费这么大劲 出来拔个 徐良心想 我也别拿白菊花燕飞来 我的老虎就耗上来 拔个 我 我掏暗器 往腰里头一摸 把这镖拿到手里 就看这拔个老虎站起来 真 劣 这拔个胡拼 根本徐良给气 哈哈哈哈 这我拔个大头去 你说您经死得多乖 没让老虎吃了 让拼给打死了 哎您怎么意思啊 不信了 拔个 了不起啊 不不看着满眼儿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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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这拔个 还有三个气 不愧年 跑又 跑还麻烦了 八个人哪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不是人人 哈哈哈哈 你是神仙哪 好看你一两手 手拿一下 两道金箍 你什么法宝 哈哈哈哈 咱们正常人 哎我扔的飞镖 我徐良 徐良部件 哎这事儿心想 你们八个人把我吓一跳 哦 那就别怪我拿你们掌握了 啊 你看我长的这个模样 你还不明白 哈哈哈哈 哈连就不想烦人 哈哈哈哈 您是 哈迫是南海南南海岸 洛切山观音菩萨的徒弟 哈哈哈哈 法号我叫莫扎 昏暗行者 现在我投胎转世 我叫徐良 哎呦 您是 您是观音菩萨的徒弟 您刚才认的那是 那是佛家的法宝 那叫钉峰钉 哈哈哈哈 那叫胡奇名 哈哈哈哈 我还看惊慌一闪 老虎都打那 啊可了不得 徐良赶紧到老虎眼睛这儿 把标给起下来 哈哈哈哈 还不能让八个人看见 哈哈 要不识破了 啊神人 嗯 啊我有点累了 啊你们是怎么回事呢 哈哈 我跟八个打猎 这老虎在这儿微笑伤人啊 我们猎户就说了五六个 嗯 在这儿想了个办法 穿上狐皮 啊想办法把这老虎给逮住 我们还不敢过去 没想到您来 您要不来 我估计我们八个人心灵修夷 啊不要紧 啊别说个老虎 啊十年前我还想过一条蛟龙 哈哈哈哈 你打个龙呢 啊可了不得 啊要不怎么现在看不见龙了 他都让我打了 哈哈哈哈 徐良赶紧到初一眼 八个猎虎 那这儿人不像现在 现在咱什么不知道 都明白上网查 资料好几个 那这儿没有网络 这大猎子念的书又少 就知道咱们挖坑射陷阱啊 咱们配置麻药啊 咱们练弓箭 就知道这个 脑筋不开花 哈徐良这一说 再加上徐良长这模样 徐良又扔暗器 全新 好来来来来 我们到我们村子去了 来来来来 把把把把把那架子搭出来 大猪肝 老虎四啊 大村亭捆着上 八个人前子四 后子四 扛着 徐良走最前跑 一边扛着一边喊 乡亲们 出来瞧瞧啊 你你你你你你 你要什么 我说万人的土地 万人的土地到啊 他打死老虎了 把杀了龙啊 这一进村子 这洪洞 在这村子这个炸弹似 哇 这消息是不静而走啊 我不想说 哎 你听见了吗 咱这村来神仙 啊我听说 把老虎给打死了 啊可不是咋听 议论纷纷晃 全出来看 你瞧 你这个人长得 跟咱们都比一样 这一看就是有法术啊 你不死羊肝 你跟咱们都裂成这样子 这人呢一露脸呢 长得再难看 他也漂亮 这人长得再漂亮 得哪哪撒尿 见小孩大一巴掌 没事偷东西去 也不好看 那一说 郭子刚好看吗 哈哈哈哈 你那哥 还留个头脑的 多可爱 那他出名啊 说得好 你不信他要是个杀人犯 你再看看 更好看 哈哈 你肯定瞧着别 就说人这一出名啊 甭管长什么样 漂亮 这人一现眼 甭管长多漂亮 他也寒碜 这是很正常的 啊 长得真漂亮 英雄气概 你看这后头 好家伙 咱们咱们 咱们还有 一心疼疼疼的 你还哪会上冒青烟呢 哈哈哈哈 你看热了 咬死了 说什么的 哥 可就在人群当中 有两个人 这两个人也听说 来一个神像 把老虎给打了 这两个人也好奇 咱们瞧瞧瞧 大哥 慢着点 看看神像什么样 呦 大哥 拿手一指 白美舞 这不许良吗 这不许良吗 谁说不是呢 跑这装身弄回来了 哈哈 躲着点 躲着点 别让他看不见咱 许良还真没发现这二位 这两个人是谁 咱们暂且不听 两个人在这里 又看到 让咱们碰见许良 老天也正 你看愁回现在 这份得意的尽头 什么都不好 今天晚上 咱们就刺杀许良 这两个人订好了 找地方歇着去 说是歇着 暗中跟随 但是说山西宴许良 直接送到村长家里 混账热情招待 你这个人可是老不得了 还买下酒宴 说是酒宴呢 无非是烧鸡呀 炖的鱼 也就是这 小村子也不大 徐良在这儿喝着酒 发愁 你说这个白菊花燕妃 不是津津去哪儿了呢 团成我们也破了 也没拿着死跑 你说这个白菊花他酒酒在哪儿呢 这喝酒就是这样 你心情愉快喝酒 看我这场食火了 喝了痛快 心里头有臭事 几杯酒一下度 山西宴许良可就有点醉 哎呀 那我说老人家 神仙 我给他找一间屋 神仙也休息 那当然了 那要大做练功 后面早点已经腾出来了 还真不错 后面腾出了一间干净的屋子 床被雾 水都准备好了 徐良说 谢谢了 不要大热 这些人走了 徐良进到屋里 把门一插 现在大热 天插什么门 把门就推开 没插门 往这儿一躺 喝多了 突然又热 山西大爷浑身躁热 哎呀 这个叫睡的可是不舒服 这要管他呢 把衣服脱了 衣服脱了躺着还是不舒服 干脆吧 我忘了 山西大爷来了一丝不挂 衣服 刀标囊 那 农边信票 农边信票就相当于现在的工作证 显然 大宋朝 山西宴 徐良 台风族四银 戴高护卫 大戳的一干 有这个到那儿都好使 把衣服这些东西都搁一块 徐良往这儿一躺 这一睡还挺美 小风一吹一丝不挂 睡着 徐良 刚一睡着 外头 那俩贼可就进来了 那俩贼可就进来了 啊 行吧 小姐 那看什么呢 走 这二位聂族千宗就进来了 这要平常 没喝酒的时候 进来俩 进来吧 那徐良都能知道 喝酒 入室就在这儿 这二位进来 徐良不知吗 还在那儿 还睡 哎呦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徐良怎么扯呀 太不见脸了 徐良啊徐良 心中暗响 炎王叫你三更死 谁敢留你到五更 没想到 这么大的烟煤煤 死在我们手里 嘿嘿 徐良啊徐良 盖着我们露脸 也是盖着你倒霉 想到这儿 再看两个人 但不可能举起来 站了个徐良 这刀 谁还要落下来 这刀落下来了 徐良还说一声 眼看这刀就看着徐良脖子 就看这个床了 床当时就翻起来了 感情床底下有一位 什么时候进来的谁也不知道 这位在床底下一直这么藏着 你俩能进屋这时候就看见 想喊徐良来不及 想钻出来来不及 倒落下来 索性双翁一叫力 把床给推翻 喝酒喝再多 床都翻了 喝再多屋里睡觉 外头都地震了 楼都塌了 您再不行 那也是也无痛苦的死去 徐良一声睁开眼 一看他面前两个黑影 大哥走 放进车祸 快 飞身上方 把徐良给气 放了把力求求的 我敢行刺山西人 我哪里走 我上哪里来 飞身就注意 飞身上方 身子在半空中 我上哪里来 你为什么觉得不舒服 真的 太练了 哎呀 赶紧跳下来 要了命 敢在五位屋 想穿衣服 再找衣服 刀 镖 什么 身份证 官府的证件 全没了 满屋子的翻 没有 好不好 你求求的 这是个贼店 徐良来到当院等 丹田一声喝汗 我说你们都听着 你们这是个贼店 你们赶紧出来 良姐姐嚷嚷 传出来 传出味 太开放 那看什么 有什么好看的 太尴尬 徐良本来就面塞紫阳干 这阵扫子 这脸这色 您想想吧 子中家红 跟烂茄子似的 不要看了 咱们都差不多 赶紧给我找衣服 你们的这个女子 赶紧回我头去 衣服拿来 甭管合适不合适 先穿上 徐良可就不干了 我说 你们这是个贼店 我的衣服 我的刀 我的标 把我的一切东西全丢了 赶紧给我 否则的话 我恰恰念中 把你们这个村子给烧了 大伙说 我们没头 我们这不是贼店的 我们太冤了 徐良冷静一琢磨 一看大伙这表情 也冤枉 一看就老实人 人好坏 看不出来 往这一站 一看老实芭蕉 厚不叨叨 不会说瞎话 往这一站 一看就面目可憎 松肩坏 说话在贫 一看说像 这个不能看出来 现在说像的 不像那边 那边说像的 您还真看不出来 您看那老照片 尤其北京的相声 像什么 侯保雷的侯先生 王长友 王先生 您看他们的照片 尤其生活中的照片 您看不像说像 像大学教授 气质文雅 那阵都输着背头 保护背头 穿着衣服 上这一站 说像的 不是说见面 说点术语 调表把 裹盘尖 不是说 没事 就贫两句 就现在 这些 这些贼话 都百分之八十 也都是全校传出来 因为说像的老先生 情义不教着 有的老先生 人家都不说这话 为什么 他避讳这种语言 那时候我们上学校 偷半年 把这些属于 基本上就掌握了 吊条靶子 裹着盘尖 回头看 女的长得好看 吊条靶子裹着盘尖 刚毁这 骑人都在天津 这周一看 很漂亮的女的 我问我这同学 吊条靶子裹盘 裹盘尖 后来一句 别废话 我唱单仙的 真是 都来一打听 好 那是 师姐 还是 经常啊 这本 术语也不用教 也不用记录 你慢慢学着学着 就会 哎 人说一句 你听不懂 一问 你就记住 而且 也新鲜 你这说这样子的吧 正经活 段子不学 还跟着 术语感兴趣 这我们上学 好多人 怎么研究这 小本 记录 真不落实 有彼此 那边江湖说 那边 那这个 岁数大的 你们的老太太 在那吃山芋 烤白骨 吃这 同学 哎哎哎 大仓国吃山芋 大仓国吃山芋 大仓国 岁数大的 大仓国吃山芋 大仓国吃山芋 你急了 你妈大仓国 哎呦 大娘 您懂术语 混蛋 这就我一个吃山芋的 我们就知道了 别闹笑 这一说贼话 看两个 没有学大 山西大雁 徐良可急了 一看大伙长的 老是芭蕉 一个个都傻了 刚才徐良也一折腾 在这徐良这一闹腾 刚才又那样出来 呵呵呵 琢磨琢磨 你分析 一万皇人家 那我说 那你们知道 哎呦 没有什么 占山贼王的山贼 你说没有山贼呀 没有占 我们这地方叫三千户 为什么叫三千户呢 据这个祖上说呀 在这村子有三千户人家 所以叫三千户 现在可能比三千人还得多 得有六七千 那这三千户就一直这么叫不下来 你仔细想想 远处有没有山寨 哎呀 远处 远处没有 有 有 有个灵 叫长天灵 哪儿 长天灵 可把 徐良乐怪 这次我干嘛来的 不是说 骗大伙 我是神仙 目的就是夜叹 朝天灵 捉拿白菊花 燕飞 而朝天灵在这个地方 往前走 出村子 路远 绕过一道山岗 就是朝天灵 二号 这一折腾 天走亮 徐良 穿着这只衣服 半心不咎 大街上溜着 琢磨着心事 想想怎么去朝天灵 溜的来 溜的去 溜的到一个糊涂 徐良逼着头 琢磨 那朝天灵 那朝天灵的头是王季贤 那这个人去说可有能力 我一个人怎么也看朝天灵 他奶奶的衣服也丢 拿刀也没有 要不然还没拿头刀 他那会儿也不顺手 哪个初在的头 什么宝宝与秋秋 你说我这 不 徐良途然一抬头 就他前面有个探户墙 一往墙里边有个楼 楼窗墓开着 有哪个窗户里头啊 挑出来一个猪肝 这猪肝挺粗 在这淡着 一瞧猪肝上 金丝大魂刀 标囊 奴边心票 衣服 连鞋都在那挂 一瞧有一个条 还写着 本斋 代卖 金丝大关刀 代卖 雕囊 处理的衣服 处理的衣服 外貌鞋 哈哈哈哈 由徐耀哲 请找本斋联系 电话 呵 徐良仔细看了看 啊 那谁说感情 这个贼要在这儿啊 顺着墙找来找去 找到前面 喝一看 拆打得够阔气 靠大的门楼 珠红的大门 门分左右 上马石下马石 上马石 隐蔽枪 呵呵 这家门口 坐着这么三四哥 穿得挺干净 聊天的 这么天南地北 一同看 徐良猛之一战 也不说话 就看着这个宅门 这几个人 那边说 这边干嘛呀 我有什么可看的 哎哎哎 我说 现在有什么事啊 人家这是礼貌话 人家有什么事啊 徐良是千不该万不该 他就认定这是贼谣 一台上 给这门来一通天炮 这时候也不知道徐良要打的 您来干嘛 哈哈哈哈哈哈 还把脸给伸放 哈 那后我太惨了 呵呵呵 这挨打那几个不干嘛 哼 哼 怎么意思啊 跑这找事来 臭鬼 我看你是不想活 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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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徐良都闻上了 四个人 四个人 四十个人也不是徐良的哥儿 山下啤酒 大山啤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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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阴拿眼雀一般 太疼你了 这四个人打的是敌青年终 啊去 那你借钱回征一声 所以你们这个地方是贼妖 我把金丝大混到 还有我的东西给我 还四八零 我如果不给 我把一八糊把你们这个崽子少了 快去 还没挡着我的 还成鬼 咬你的 爆了脑袋就进去了 正走着呢 等着一个少主人出来了 旁边还有俩拍马屁的 啊 我说王二啊 耶 刚才我练的这个功夫 你们觉得怎么样啊 耶 哈 您这功夫 高啊 您跟您说 您打的应该当全球 您见过 啊 哈哈哈哈 那是 我的功夫 你们当然是没见过 我说 像我这个创当江湖 怎么说 也得是个剑客吧 您太剑客 您怎么了 剑客 您太客气了 您得是剑仙呢 剑仙也不过如此 我们看 您五圣人 啊 咱们咋子 不是 我这功夫说实在 不敢说打别天下不敌手也差不多 您太谦虚了现在 您到海外打击都行啊 啊 咱们咋子 我叫什么 除了我爹 我谁都没服过 看 我这儿老爷子都不是您哥 哈哈哈哈 这话我爱听 这往外一走 这往外一走 都让了 门口来一臭鬼闹事儿 说咱这是什么贼咬 说偷什么金丝大混头 我那也不知道 把咱们人都打了 您快看看去吧 呼 新鲜 跑这儿闹事儿来 二位 走 瞧瞧我这大能的怎么收拾这仇鬼 我让这仇鬼看看 海外建仙究竟是谁 这位卖大不就出来了 徐良这儿还骂着呢 你们这儿是贼妖 我扭啊 这个地方 一看这位公子出来 徐良一瞧 这公子长得可真够漂亮 穿白挂素 周身上下紧沉利落 手里拿着扇子 后面有两个人还扇着 公子爷 就这 这一看不行 这样子 一瞧往那一站取了拐弯的 这能有什么能的 帮您过去 我过去就行 随吧 把我将你们的那个能力拿出来 让这仇鬼看看 您放心 让他瞧瞧什么叫无数 这俩人也不知道徐良是干哪的 不我来了 刚过来徐良 两巴掌的给抽回来了 公子爷 他把我抽回来了 他这人呢 他太讨厌了 他无数他讲的什么呀 得看看对方 我们还没看他呢 他就抽上了 这不能怨我们犯狗 公子爷 他留神 这小子玩赖 不按套路打 赢家也是太丢人了 闪开 看我的 这位公子爷来到徐良跟前 徐良火壮点亮 也不知道他们俩刚才说的什么玩意 徐良往这一站 这公子就过来了 我刚才说 这还说着 徐良以抬手一个通冲 啪就一拳 这哥那几个拍马屁的 他就飞出去了 这位公子爷还真有两下子 哎 我说这不货 你可全都半面门来 以外脑袋 啪一拳打空 顺手 丢徐良手腕子 徐良全往回车 这边 啪一巴掌 公子一低头 躲开 徐良下边就一脚 啪 啪 正踹着公子小骨子上 两个照面 这公子也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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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这一坐 徐良分身过气 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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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通大呀 从来长得挺漂亮 一动锄 徐良的拳头 好强 这琢磨这脸子还好得了吗 鼻青脸肿啊 鼻子也破了 牙也掉了 旁边有人赶紧过来 才把这位公子爷救起来 您不敢说 我是见仙吗 你已经见摸了今儿了 这太厉害了 我说臭鬼 你快别跑 你把瓶子打了不了钱 你等着 我们找老爷子去 公子您慢着点 要是您刚才躲得还真利子 别跑着了 这太公子 跑进待客厅 待客厅里坐着两个人 上吹手 坐着本斋的老主人 这老主人往这一坐 纹如泰山般 海下花白的胡须 根根尖肉 条条透风 免如三秋如月 两档仓梅 鞋叉叉入闭了 阴仓一柳 无目瞬 撒不分明 鼻子口头 两门有论 你瞧这边坐着这位 这长得太难了 不大三粗 根耐高 浑身去黑 浑身上下都是剑子肉 说话大嗓门 这门 要说着 这位公子进来 哎呦 会哼 嘿嘿嘿 先跟客人点了点猪 我愿意了 爹 嗯 嗨 饭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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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名点信让您出去 说你们这个地方小子儿不怎么样 那老子儿更犯童 其实徐良没说 这位是山增点火 这个本斋的老主人还没说什么呢 旁边补的三粗罪客人不干 啵啵就站起来了 老东子 没事啊 有我在 选择 哪个屠崽子把你打的 我看看去 他妈的 缺爹少娘的祸 我看看是谁 妈妈没事 我出去 哎呀啊 贤弟 一块一块没事 我一个人就行 哪个缺爹少娘的祸 我就不信了这个 敢打我侄子 打我侄子就是打我 我废了他 他奶奶的 一个缺爹少娘的祸 嘿嘿嘿 他妈妈一走 卖大路出来一看 徐良 快 快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祸头就跑 哈哈 谁呀 徐清 徐良的爹爹 啊 徐翘也后悔 我能说的什么玩意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爹少这么骂我自己 还没准备 哈哈哈哈 万幸 万幸没说爹多娘勺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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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良这也卷 我没个网吧里去 你叫谁我一枪 我你叫一个我揍一个 你都即刻爹 哈哈哈哈 你赶紧趴地上磕头啊 我说粗崽子你怎么回事 哎 你言干净 旁边那挨答的一想完两了 我这打算白挨 哈哈哈哈哈哈 这意思 那俩好像是父子官 哈哈哈哈 让您磕听 这一问 武汇异常 徐良说我走到这儿 看您家后院的楼啊 楼窗 挑出来一声搭 我这身东西都在干上挑着 说您这儿啊 带卖金丝大昏豆 带卖雕囊 衣服鞋 有购买者 今与本斋主人联络 我就打进来了 我认为是贼妖 实际上感情是一场物 书中按理交代 这位老主人是谁 川山属徐庆的一个好朋友 但是能耐可比徐庆高得多 你别看徐庆范童 交的这些个朋友 全是高人 这位可了不起 江湖之上有一个外号 叫大刀镇陕西 陕西侠 他姓阎 叫阎正方 跟北下乌阳春那是败把子的弟兄 这是阎府 挨打的那公子 是阎正方的爱子 小公子 眼妻 只要是自己能耐不含糊 让徐梁臭揍一顿 带着心里都还挺安累 还跟底下人吹呢 我还真有能耐 我跟谁打 我跟徐梁打 徐梁多的能耐 我跟打两个回合才让人揍爬去 哈 徐梁一人杀六七十个 当玩似的 我看来还是有能耐 大伙就说怎么徐梁的东西会跑我们家来 阎正方看了看阎齐 阎齐看了看阎正方 叹了一口气 阎齐啊 你到后边看了去 把你三哥的东西拿来吧 诶 徐梁现在怎么意思 东西真是这福让人偷的 谁偷的 徐梁是百四十个七节 谁啊 阎正方还有个爱女 阎英军 有一块号 红虾女 好丝 红虾女 阎英军 那个能耐 他比这个阎齐儿强的能耐 能耐不次于徐梁 海外劳尼收的唯一一个宝贝徒弟 阎正方跟他打友的时候都掰给 他还是没事出去玩去 看徐梁装神 新加坡得整整你 屋里的藏着的那一位 哦 哦 哦 这一位 天下不该看的 阎英云在屋里他还生气呢 这丑鬼不来还他罢了 来了 来了我废了他 跑这装神仙来 瞧不起我们三千户的人 拿我们都当傻子 自己有能耐 搅着了不起了 天底装不开他了 没碰见姑奶奶我 这正说着的 阎琴来了 姐姐 快快 起了没有啊 进来吧 这是规矩 不是说兄妹 姐弟 人家姐姐的卧室 你坐地里也愣床 你看着那不该看着呢 哈哈哈哈 喊一声 姐姐 齐来了没有 啊进来吧 敢言琴一进来 严英军一瞧又化 弟弟 哎呀还真不错 还真不错 这龟夫练得是越来越到家了 自己把自己都练成正姑娘了 别提了 刚才我在门口听完 你好像骂什么仇鬼 是不是骂徐良 对呀 你怎么知道 您还说呢 是不是你把徐良的东西偷了 啊我偷了 你扔货了 徐良来了 就在咱门口 看我这个了嘛 徐良打的 打的我鼻青脸龙啊 破口大骂呀 咱爹吹这个人打 白给呀 哈哈哈哈 把他爹糊子都救下来了 哈哈哈哈 爹马上就死了 哈哈哈哈 就你惹的祸呀 要不去 你说你一个人哪 把他全家给弄的家破人了 哈哈 你还偷去哪 他说你什么呢 山风颠火 嗯 嗯 不是坏人 但是恨 恨谁 恨他姐姐 因为他这皮青脸总是经常的事儿 哈哈哈哈 他姐姐没事看他不顺眼 跟他倾诉 哈哈哈哈 他就希望徐良跟他姐姐打起来 徐良把他姐姐也打成这样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家破人王 怎么你一人 我跟铁针又不是够枪 哈哈哈哈 哈哈 这可把鸿虾你给气坏 柳梅倒树 杏颜温发 叫旁边小丫头 四个丫头伺候着 拿我的冰刃 走 披上红斗破 直奔前座 气哄哄来的 心想怎么着 嗯 把我爹爹打了 完不了 干麦不进客厅一看呢 老头儿在这坐着 哈哈哈 过去瞧瞧胡子 不像弟弟说的这么惨啊 也像旁边还有客人 客人什么时候来的不知道 为什么 女孩子不方便到前头来 基本上整天就在秀楼里带着 要不然后花园练练无数 连门都不能出 爹 没事吧 严正方一肯姑娘来前院 这脸当时就沉下来 心中这前头都是南科 你一个姑娘家家的跑这儿了 干嘛 成何体统 还不见过你徐三叔 三叔 免了 见过你徐三哥 谁是我徐三哥 他 山西大雁白眼没徐良 姑娘看了看徐良 哈哈哈哈 爹 你让我见他呀 叩拜我徐三叔无所谓 叩拜我这徐三哥呀 门都没有 徐良 徐良 直接叫 徐良 我问你 是你大的老虎不是 他是我大的 徐良不敢抬头 看姑娘哈 本来 眼睛你长得就漂亮 你在玩命看 不礼貌 不礼貌 啊 是我打的 是你打的 你用什么打的 我不礼貌 我用标打的 你用标打的 你为什么说你用法宝打的 你为什么说你是观金菩萨的徒弟 你这干嘛呀 啊 贤妹 贤妹 我好诗心 哈哈哈哈 你哪是好诗心 你是拿我们三千户的人都当傻子呀 嗯 搅着你白眼眉徐良 有多大的能力 不把我们放在眼里是吧 拿我们当猴耍 我告诉你徐良 有人去刺杀你 你知道不知道 我知道 你怎么没死呢 哎呦 高人暗中保护 哈哈哈哈 我爸 喝多了 浑身燥热 恐怕贤妹笑话 我不太简便 哈哈哈哈 一丝不断 在床上躺着 来俩人要刺杀了 我也不知道哪位高人 把床给周躺下了 把这把我给救了 把我追出去才知道我没穿进去 哈哈哈哈 这样 你知道谁在床底下吗 哈哈哈哈哈哈 我不知是哪位高人 顾乱的我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把徐良给扫了 哈哈哈哈 赶走发胡着都立起来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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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回气得直往外冒邪 冒邪的姐姐 说你什么好啊 你出规格的一个大姑娘啊 好人难得睡觉回问一下 你还在人铺笛着带着 你还一丝不挂 哎呀 你是人才两旺啊 这撒乎他 徐庆倒没事了 好他好要不你再铺笛一下玩就完了 来 梁子赶紧谢谢救命之恩 多谢贤贝救命之恩 妈 先别谢谢我 今天我来这 到前头来 不是为让你谢谢我来 都说山西艳徐梁有多大的能耐 今天借这个机会 姑奶奶我 要领教领教三个人的高招 请 这一说这话 可把严正方给气坏人压走 行吧 拿着这点 敢见面 就别是跟客人动手 修得不理 爹 没理事 我到这边哗 先哼了啊 徐梁 请吧 徐梁也摸不开眼 我拿眼睛看徐庆 先说爹 你说两句话 不打了 如果我听我爹的话 不如把我 他拿眼睛一看徐庆 徐庆太了解儿子了 两个打 打 没事儿 爹给你剁主 你也就是我爹就完了 你要不把我爹弄死你啊 这 徐梁 哎 没办法呀 徐庆他那 打吧 赛产姑娘飞身形 挑刀当院的外头 斗篷一通 往不然一扔 小丫头伸手接住 姑娘抬头的孩子 浑身上下门胸 半点灯挖之主 拉了个门户 徐庆往前 徐梁往这一战 啊 仙妹 我跟你说实话 这个咱们刚见面 我没有必要打 少废话 没有必要打 都挖了 说到这份上了 不答还行 徐梁 你先进招 啊 仙妹 我看这样 还是你先进招吧 你看 你站在上手 我站在下手 应该上手人先进攻 下手人后进攻 这是徐梁懂规矩 打仗 先抢上手 上手是先发制人 徐梁主动到下手 姑娘打上手 这徐梁有声 别送了 臭鬼 来来来 你先打 那姑娘 我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 那我可就不公了 还是你先瞧吧 三说两说 姑娘活包子 脾气 丑鬼啊 废话还真不少 我先打 好 你可留神 往前一根 爬涎 蹲到跟前 吼 吹 一拳 你 说是姑娘 那拳的 宿和太后 太眨眼 奔徐梁 那人就来 徐良一看 看这个拳头到跟前了 山西眼喊了一声 往旁边一闪伸 一圈大通 还没等徐良转身 再看姑娘 又是你抬巴掌 山徐良太阳穴 真大 真派人 完了 徐良一低头 一巴掌走空 刚抬起头来 姑娘一脚 登徐良小虎 徐良绑扣一撤身 一脚登空 连帐姑娘三招 姑娘不打了 徐良 你怎么不关手 我贤妹 那么有原因 第一 你把我给救了 我让你一招 第二 我看在我阎老伯父的面上 阎老伯父跟我爹爹 那是好朋友 所以我让你第二招 第三 一笔写不出两个木林来 所以我让你第三招 哪那么些鬼 我还用一拳 这回徐良 可就不让了 斗在一处 这个男的跟女的打呀 还费点劲 男的你打哪都行 打脑袋 打前胸 打打击肚子都行 跟女的打不行 徐良还得挑着 要不要从肩膀上打行 不能打胸口 打胸口那不怀逃逸 打肩膀 下边还不能踢 只能使扫腾腿 所以徐良就被动了 徐良刚开始觉得这肩膀没什么 心说你一个丫头骗子 你能会什么功夫 顶多你冲 把脾气火爆的脾气 跟你爹学过两招 粗拳奔腿 你弟弟就这么废物 你得做姐姐的能好日去 赶着一伸手 山西艳势大吃一惊 好这个姑娘身法太怪了 抬头的抬腿有独到之处 围着虚恋 转开 徐庆在这儿看着 哎呦 我说姑娘打 好家伙 我说 大哥 你这姑娘都狠的 哎 我有时还打不过他呢 早说呀 再看姑娘这边那几个丫头 得意洋洋 小姐揍他 把私底打 这么打 徐良打着打着心想 真这么打下去 打三天也没有结果 干脆 我拉个拜师 就得了 想到这儿 山西艳 刷一转身 拉了个拜师 他一转身 跑姑娘背后去了 那姑娘能让吗 使了个大梵梯 一转身 一转身 正登到徐良的肚子上 仗着山西艳 练过气功 又气提着 往后倒退 几个哭通往地上一坐 贤妹 我输了 贤妹五日盖世 女中豪杰 于胸不如 哎呀 把徐庆给气得 你这么犯痛吗 你说 早知道还不如别打呢 切切切切切 不是你这功夫 怎么越学越灰去呢 还不如你跌我呢 我看 人气一瞧啊 完了 我这姐姐呀 能那是真不行 连白眉大侠 都不是她的对手 哎 得了 以后啊 我还得天天挨打呀 人正方笑着 哈哈 丫头啊 跌 怎么样 好 赶紧回去吧 回去 和雄啾啾气扬啊 好几个小鸭巴跟着 删着 哈哈 哈哈 什么事 小姐 您这步步正高 可不是这么的 连徐庆都不是您的对手 那是 我这创当江湖 怎么说 得是个 侠客吧 侠客您是剑客 那也不行 哈哈哈哈他一网似的 回aya 吴卢 and exchange 一网似人 一坐 然后喝着茶 顺政方面在微笑 瞧着虚量 出师一乐 嫩言其 儿子 你看 你三哥功夫怎么样 三哥这功夫 反正打我是真行 两个回合就把我打得逼青年龙 反正我也不好说 那怎么说呀 你跟我姐姐打你白给 当着错人别说短话 当着郭德刚进去提邀明了 你都不邀明了 是不是 也有独到之处 这话说的也有独到之处 你看你姐姐怎么样 好 那姐姐哪能说 反正不寒 我是打不过 三哥 我看 这 差点 徐良笑 我的能力不行 两个 偏欠虚 偏欺 你看你三哥和你姐姐比武 谁输谁赢了 这还闷 我三哥 我三哥输了呗 我还想让我姿子打我姐一个 结果把我三哥给料理了 我三哥输了 我姐姐赢了 好 再说 wavelength 我三哥输了 我姐姐赢了 哈哈哈 咱正方 hundred 豫章 眼睛一瞪是二 无 电 儿啊 往你练功诗几年 就这么犯童 什么意思 好犯童 谁书谁阳密都看不出来呀 我问徐青 就脸 谁输 我告诉你大哥 你拿我看书啊 我看 我儿子都输成那样的 你别问 你们俩是一堆的饭桶啊 梁子 我扶你了 怎么 你扶我儿子 你应该扶你闺女 你闺女有能力 贤弟 你怎么也这么不明事理 刚才杜手两个人比武 分明是小梁子赢 我丫头输了 爹 你桑哥都坐地上了 赵 你是没看清楚 你桑哥坐地下之前怎么使个招数 那我王 咱看挺热闹的 贤弟一说 我看我儿子一转圈 跑你姑娘背后去了 然后不就挨踢了吗 梁子一转身转到我丫头背后 在我丫头身背后 打了三拳 踢了两腿 不信你看 他衣服后头现在 还有这拳脚的痕迹 这是小梁子 懂事啊 大庭广众之下 给我姑娘留了脸了 拉了个败事 我这丫头倒踢紫金棍 我相信 梁子 以你的能力 那一脚 你从身就能躲开 老伯父 你快别说了 哎呀 我这丫头啊 我关了 没什么能力 这种说着 言其不听 看着你 走了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十分后不信 我啥子才能躲 这回也没问 十二姐就进来 我那坐着呢 我这能呢 说实在的 哈哈哈哈 你见仙也无所谓了 姐姐来了 哈我 哥哥 兄弟 你怎么来了 姐 嘿嘿嘿 给你到喜来了 那是 怎么样 服不服你姐 哼 太服了 你这功夫真高 呵呵 刚才跟我三个打 觉得怎么样 我赢了 你这么肯定的赢 嘿 别看你平常打我鼻青脸肿的 显着我没能那似的 那是兄弟让着你 哈哈哈 真打你也白给 我看我还看都明白吗 哈哈哈哈 你们几个 你们几个都看出来了吗 啊我们看出来了 小姐赢了 这许良转到背后 小姐一倒踢紫禁棍 对呀 我也看不来了 哈哈 我说姐姐 说这话 你可别不爱听 我三个许良给你流连了 转到你背后 我亲眼看见 哈哈哈哈 打你三拳 踢你两脚 不信你看 嗯 赶紧让家伙看后背 一看 三个拳头印 两个脚尖 踢着印 姑娘不知道 怎么样 姐 你不行 这一说 你以为我平常 真是哪 对呀 对呀 真是哪 你住班了 你别气我 你输了 你还脚是傻不错呢 三哥就这样让你打 这么大的白眼没让你纵趴下 我跟我三哥打了二十多个回合 对呀 傻你 不行 这一说 姑娘严盈云当时就傻了 啊 你想 这个人讲着自己能耐多高 都自己觉得自己到天上了 突然告诉他 你是饭桶 叭唧摔到地上 这大鸡兽 哇 一声就哭了 旁边压不涮 再怎么劝也没对 姑娘觉得在大庭广众之下 丢人鲜艳 尤其在外人面前栽了跟头 尤其一见面 见着徐良一通损 把徐良说得一不是出 敢真一伸手 自己白给 人家给我留了脸面 我怎么见他人以后 这传出来 我红侠女是什么人呢 想的态度 这一空 可把延期也乐了 可该 该死才好 没事 你们劝他吧 他走了 大钱一会见他 你干嘛去了 把这喜讯告诉你 姐姐 姐姐哭啊 没事 这丫头啊 也该受点打击啊 哭就哭吧 咱们接着聊 所以 than 就一よう 就看有一个小丫鬟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 跑到前边 老爷子 你快看啊 去吧 小姐要上吊 啊 偷群带牧 哎 爹没事 一群人 还没事 这一会儿掉上就有事 老头 眼皮还有丫鬟 只邓锈楼 你看 墙上 房梁上弄一绳子 绳子套 带着绳子套 不要拦着我 你先飞了 你先见仙 温蛋我见仙 老头一进步 压着 成何体统 别再胡闹了 别 离见自己的父亲 要哭 委屈 老头劝 怎么劝也没用 就是哭 把严锡给气了 这就是你惯的 你知道吗 我哭你根本就不管 他哭你就管 该 你看 您说话他都不听 你可他不哭 他看见吗 您别管他 一会儿就好 人正方便气 心说 我哪辈子缺了大德了 弄那么个姑娘 又弄那么个儿子 真奴奉太正 早孽 这么劝 怎么劝也不行 姑娘就是哭 人情看着看着 眼出一转 爹 别劝了 出来 干嘛 看您听 我用话说 你有什么话 这儿 你出来 您快出来 言其法 严正方可就叫出来 爹 别劝了 我哭 哪要哭 哪要哭到这儿 这人心里难的事 还一哭 痛啊痛快 发泄出来 你就没事了 别劝了 哎呀 爹 我问你一言 您觉得 我这三哥怎么样 我问你 人品也好 长的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反正我看 就留着看 行 就留着不亏进 好 那就好吧 我说你们 我这三哥现在 没有媳妇 哎呀 听我的爹说 好像 嗯 太好了 嗯 姐姐不成一个人 三哥是一个人 就我姐姐这品牌 您想不住他 他功夫高 我不会打死 我不会有 有一个人能把他想住 他就和三哥去啊 要让我说一句 嘿 把他们给他挫在我一块儿 多般配 哎呀 哇他咋 能放足吗 倒是般配 哈哈 能能上般配 哈哈哈哈 而且 小梁子啊 还比我这鸭子强这一块 咋 长相啊 嗨 那也说的过去倒是 哈哈哈哈 这老头也不困心 哈哈哈哈 你在这儿定着 还没事儿 那死我俩能放身呢 哈哈哈哈 哈哈 老头到千金 把徐庆还在那儿喝了茶 把徐庆叫做没人的地方 不能让徐良听见 妈 行 好的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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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贤侄 小娘咋 媳妇没有啊 哈 哪有媳妇 你将她长得猛贵点 这一点都不随我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随她娘 嗯 加持 没媳妇 头背的是 真没媳妇 没有 定亲的 谁要她呀 没定亲 我发愁啊 好 非常好 啊 你什么意思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扶着过来 行 哎 看丫头如何 真好啊 看真好 我有个想法是 让小娘子 跟我丫头 结婚夫妻 真的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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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沿着放下 哈哈哈哈哈哈 蹦起来 哈哈哈哈 嘿 我看 你才能这样啊 刚才姑娘进门里去完呢 我就看着她 那个 真的好太漂亮了 我有这想法 我不好意思说 我儿子长得太难看了 你姑娘这么漂亮 真可 我一提 你一啄我 我脸上画不起 没想到你也有这想法 我我没 我同意啊 来来来见我 梁大光 鸽头 鸽头 拜岳父 徐良心说 这哪儿的事啊 怎么意思 嗯 两位老人把这事一说 徐良扫的 再丢了 嘿 爹 赶紧磕头 拜见岳父老泰山 这个哪儿找个便宜事儿 哈哈哈哈 漂亮姑娘 一车你咋这姑娘 咋你磕头 哎 拜见岳父老大人 哎呀 快快请起 这就定亲了 那这儿就这样 老人一同意啊 这婚事人 罢就不离十了 干准拜见岳父老泰山 我说 我儿子可是同意了 梁大 你说你高兴不高兴 我自然是高兴 他不止我贤妹 他同意不同意 但你还放心 别高兴就行了 哈哈哈哈 他说 小哥 我这儿媳妇儿 我问了就 还没问他呢 跟这延祺又回秀楼 还哭呢 把丫头都换出去 老头儿跟延祺尽咕 丫头别哭了 爹 我丢着来 别提那个 我现在已经 老头儿还没说什么 延祺先说了 啊咱爹已经把你许配给三哥许凉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哭的你 哈哈哈哈哈哈 哎呀 你还不同意义啊 我三哥 哪对不起你啊 箱子 有无人围 哈哈哈哈 心中心 哭的那个凶 我跟你说啊 就好不定 别同意 人在那边儿早同意了 我三个乐子都蹦起来了 哈哈哈 你必须得答应 哎 声真方向也没有这样的 丫头 你给我句痛快话 你同意不同意 哇 丫头你别哭了 你说说你同意不同意 怎么问都不行 把严妻给气了 我说姐这么说吧 你要是不同意你就哭 你要是同意你就别哭了 把严正方给乐了 严妻说怎么呀 电击下车 冲光酸 不乐意吧 咱前边把这事一说 和徐庆高兴 徐良也痛快 让两个人再次见面 这一见面 姑娘低着头 徐良也不敢抬脑袋 慢慢往那边蹭 徐庆小伙良子 咋能在这事 严妻抱 既然定亲了 咱们留点信物吧 徐良一伸手 掏出一支镖来 他显妹 这就是我的那个法宝 是上次暂着我的名字 徐良 你疯了 姑娘也得给东西 亲自修了一个镖呢 听着整票 金丝铲 银丝绕 门宫把桥降掉 立给了徐良 徐良往这一带 这就算有了信物 这东西就算定下来 跟现在送这个戒指差不多 但是不能 这事儿不能这么快办 徐良现在还有孤雾在身呢 捉拿白菊花燕妃 等多虎的四宝还朝 拿住了白菊花燕妃 还得跟包大人说 包大人还得再跟皇上说 皇上再预批 包大人再来一个 司仪 司仪 再叫一个 正国人主国人者才行 也挺麻烦的 毕竟徐良是国家的官员 三品与钱带高的护卫 你说都算定下来 排百下请愿 这一阵吃 那说拿白菊花 不得张一品呢 这一流 姑娘也是外姓人 外相性格的人 刚开始 磨磨唧唧的 不好意思 这一聊开了 跟徐良 严正芳一瞧啊 怎么瞧怎么 般呸 怎么瞧怎么 把小两口坐一块 这给这个家菜 那给那个家菜 俩人聊天 谈本论武 这一谈可不要紧 姑娘小大拇指 心说我这丈夫算找对 肚子里是真有能力 简断结说 夜无数到第二天早晨 起来吃吧早点 就看外头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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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跑进一个房间 老爷子 外头有人下书 何人下书 陕西朝天陵来 一说朝天陵 陕西也徐良接人给你了 啊老表 梁子 贤弟 你们屏风后边先躲躲 毕竟徐良这个标志 徐良这logo好 太著名了 一看白眼没准支持徐良 徐庆这我的三苏的 让到屏风后头 一大一会儿把夏淑人让进来 偷颜一看 五大三苏 严实在下 严正方 说着话 有大怀里头 掏出一种情节的内 双手逼上 老爷子你看 老头看看 点了点头 怎么说 王的债主要过六十大事 对 打算请我前去输案 没错 您去不去 哎呀 王的债主 我是九门大迷嘛 九想拜会 你这没有什么机会 这样我看 我看你桌上忙不忙 要是没什么事我肯定去 要是有事的话 我派人把寿礼送去 有您这话就行 您是不是 写封书信我带回头部 你烧口信就行 好嘞 下书人否论 正方点了点头 把徐良徐庆叫出来 梁子 刚才 老岳父 我全听见了 梁子 你说我去 去 去呀 这个机会太难得了 我这次来 就是要夜叹朝天陵 没想到现在 老天爷给了 这么一个好机会 您得去朝天陵 看一看 你看看 白菊花燕飞 落没落在朝天陵 四宝 再不在朝天陵 如果在的话 您得告诉我 好 竟然这样 我刚才说的时候 我忘了 他说了 后天 那我后天 带着寿命就去 老岳父 多谢多谢 你说呀 徐庆极了 干梁子 你说你 你什么呀 你说了半天 你老岳父也记不住 干脆你跟他去 不完了吗 爹 我这个眉毛 你化妆了你 你化妆 你当成下人 谁还注意你呀 哎 严正方一想也对 我有什么想不周到的 让小梁子跟我去 万无一失 梁子 我看你跟我同往朝天流 老爷子 既然话说到这份呢 我化妆跟你去 刚说到这儿 徐庆 嗨唠唠一嗓子 哎呀 为了保护你 我也去 哈哈哈哈哈哈 你有想不到的地儿 我想得到 我去 徐庆 心说 你可别去呀 你去非 砸了不可 爷呀 这个庄上的事啊 也挺多的 那你也在这儿 帮着料理料理 我看你不逼钱了 哎呀 小梁非得去 那这个庄上 别废话 你先往范童 是不是 你放心 我去 一句话都不说 准出不了事 三说两说 没有办法 把徐庆也就带去了 众人这才起身 赶奔朝天陵 各位 这一去朝天陵 可不要紧 这才引出了一顿 小梅梁军沈明杰出事 群雄要大破 朝天陵